你又要看 好了 回来Taste-teamoney 我发觉我66334386 今早忘了开 欢迎大家 可以WhatsApp我66334386 当然你分享了我更加欢迎 市场由低位 低位上升 跌着24点 24375点 今早曾跌过8点 即时找SKY Sir和我们聊天 早晨 早晨 看他今天搞甚麼 看他今天是低炒的 明明是平時的 平時高炒 今天有甚麼指引 我想問第二季 第二季可能有三個月 四月份只有17個交易日 已經過了幾天 怎樣炒呢 快點給我指引 我已經給了 兩個指引 低炒 真的 特意的 怎麼搞的 大家習慣了 市場經常都講高高高 今年頂是多少 今年頂是多少 每個人看頂是多少 正確的 因為牛市當然是看這些 但是問題是 其實你一直高追那些股 其實有點危險 其實過往很多次的股 都是沒有力氣的 明明升得好地 突然間 無緣無故又放兩三百 我相信這個現象會很多 這個尾塗的 沒有那麼激烈版 通常是這樣 跌 跌 跌下來 不過就不是這麼厲害 大家就 繃低才賣 這一季都是這樣 七四五六都是繃低買 繃低買 但是就不是一邊跌下去一邊賣 昨晚也做了一個節目 在那個節目也有講 我講 因為講不完 就是當你跌低過50天線 這個好股 找好股 無端就跌低到50天線 再由50天線上回來站定了 那些就可以買了 所謂站定了怎麼樣呢? 起碼站整個星期 站5天 無所謂 反正低了 那你就買了那些 但是現在你說好 好 好 那些高追 我就不敢追了 昨晚我講過手遊股的 我之前都很喜歡這799的 是 我知道 一直都有賣 因為圖片很漂亮 但是問題是 一直到現在這些位置 我就不敢買了 因為你知道遊戲那些東西 很有趣的 遊戲第一、二季是見頂的 不知為什麼 人家想著Summer是好的 多人打機 這些都是的 每次都是2至4月是見頂的 所以我不敢買了 類似的東西很多 但是下回來 我就敢買了 下回來的50天線 再上回來我就買了 哦 OK 50天線 大家 抹下50天線 強勢股如果跌穿50天線 說真的 我之前就中了很多次伏的 即是135 真是陰功的 坤人能源那些 你叫人家買 人家是不會展示你的 因為他們覺得這隻中伏的機會很大 然後等完業績 都等了很久了 其實三個幾 對於我小炒王來說 三個幾星期都很心癢 然後出完業績他又不上 然後突然洪江新區 也有大行的祝福 然後爆上來接近百元的位置 然後就是3993 無緣無故穿了50天線 因為我有很多住 最後無奈都要打了一住是孖展的 然後他就立刻一穿了去到兩個四毫七 他就爆上來 所以我說我也中了很多次伏 大佬 那現在是不是要穿50天線 你用了很多其他東西而已 那一驗六五 是不是要買啊 如果是這樣 去到50天線就不用怕就買 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看一隻 不知道是不是share and share 那些圖看到呢 看到啊看到啊 很清楚啊 一樣啊 135也是啦 你看看 他在上面好好的 然後呢 現在一直站在上面 你說這些 下不下50天線 我想就下不下了 暫時 但是問題是 這些呢你就是炒上八國幾啦 預了去 炒上八國幾啦 但是你炒完八國幾 它又下回來 這些股呢 就拿的很難炒的 是無端端這三天紅鞍這樣炒上來而已 那我覺得這些就很難等50天線的 但是呢 它是此起彼落的 你說這些你不用等一隻的 無端端就有些股下50天線 無端端就下50天線的了 那你那時候才買都不遲 就好像 好像 這些手機設備股啦 就是黎牌 每個人都打算 很好的啦 但是你看看上一次 我講哪條線呢 藍色的那條線就是50天線 是 這隻是水星啦 現在很厲害了 但是上一次無端端炒得好地 我們看上一次 也是 無端端就上50天線以下 接著一彎上來就由那一刻開始升了 接著你脫掉了一條尾咯 但是你這一下很難頂的 上一次由90 就是 跌到六十幾元你怎麽要頂得住啊 正常人都頂不住 所以你寧願呢 就等它下來 關上一次才買 那你七十幾元買呢 你炒上一百元就舒服很多了 那現在這些呢 我相信會有很多的 那一三分就難啦 挺難啦 但是類似的你就等了 我覺得現在整個策略是怎麽做呢 你拿著一些先 沒有理會 拿著一些回50天線就回50天線啦 另外一半呢 就等下50天線上回來才加住 其他就不要不斷見高 就說買買可以買買可以 你想一下鋼安 你昨天早上買了 差不多全部中伏了 我都中伏了 一買一隻2009 我本身有的 再隔著 昨天買了馬上要打了 哎呀 沒有辦法 就是犯了這個高炒 所以我今天說過 馬上把鏡頭轉到低炒 哈哈哈哈 就是低才買啦 就是不要追啦 我看到昨天差不多全部 鋼安新區那些 美市就全部倒下來 之後可能第二天又炒過這樣 不如美市才買 如果是這樣 是啊 如果給我選鋼安呢 我都是選鋼鐵啦 鋼鐵水泥都OK的 其實水泥很難 很難不升的 不過呢 你記住不發你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 房地產就千萬不要制了 房地產 當然了 現在封了 那些中介公司不給買啊 大哥 還有 其實買了去呢 如果你當年有買過浦東 你就知道了 第一批買的人全部賺不到錢的 熬都熬死了 熬十幾年了 怎麼捱啊 我想那些觀眾聽眾去過河北 大海的地方你就知道有多荒蕪 就是很恐怖 你沒可能 你想想當時上海已經很正了 浦東一河之隔而已 是 一江之隔而已 居然都可以這麼安靜 你想想那個位置的話 我可以說有段時間都沒搞到 所以大家不要想 但是倒過來 一三五的天然氣 其實整個北京已經立心了 就是將一些非政治的東西拿開 所以我相信那個天氣 那個陰霾真的會搞的 所以那些大家可以想 一三五其實是很安心去握的 就是炒就不要找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著 這一季炒得很sexy的東西 這一季不是sexy的 這一季是sexy的 剛才我的手遊股就是sexy 剛才我叫做 還有一些手機式被估的sexy 但是我不喜歡炒sexy的東西 我炒一些沒有那麼sexy的 炒一些必須 像不像是舊經濟那些 其實如果你說是一個新區 那你蓋路啊鋪橋啊 不是不是 蓋橋鋪路 然後水泥剛才說了 我也同意的 我也覺得水泥一定要有 建築啊 玻璃一系列那些 然後那些重型機械相關 是不是炒這堆舊經濟股 還有原材料呢 是不是都是這一堆要看 我就要錄鋼鐵的啦 我買了督方很久了 是的 我知道 不是西方 不是南方 不是北方 我本身就算沒有這個消息 我也覺得好 這些可以 可以劈在那裡啦 說真的 他那天兩個狗 接著就跌下來 我覺得 慢慢都要挑戰上去的 這些你就劈在那裡啦 但是你要不等錢花的那些 就放在那裡啦 就是沒有辦法的啦 這些一定是鎖資金 但是第二季不怕 現在四至六月啦 不怕鎖資金的 不是說此起彼洛這樣炒的 我覺得 這裡是一件事情啦 另外你炒一些沒什麼人提的 那些啦 我覺得 不要嚇嚇洪安 嚇洪安都是一般的 我覺得 反而炒一些小人提的 我昨天都有提過 那些豬肉股啊 萬洲那些我喜歡的 2008 是啊 我喜歡的 這些 就是這些 就是慢慢升 那些我都喜歡的 還有一些我昨天沒有時間看的 今天都可以 就是這個節目可以提一下 酒店啦 酒店很漂亮啊 那些酒店 但是大家呢 那個focus經常都是香港酒店 香港酒店 其實酒店漂亮不只是香港酒店 整個東南亞的酒店都漂亮的 例如那些 那些叫什麼 69啊 哦 鄉隔離啦 就是放在那裡這些 就是不差 其實這些也是可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一個呢 都要講一下 宣派文不是說了 就是Niyaku 是 是 不要搞的 嗯嗯嗯嗯 我又不是很贊成 我覺得 不怕搞一下 我都贊成他的 贊成的就是說 不好 不會是他拿到賭牌的 是 你剛剛去完旅行 是 我有看的 他不會拿到賭牌的 我贊成 但這個就等於當年 中國稀土一樣 擺明沒有稀土 但是 就有個字就搞定了 是 沒錯 這個我覺得會照升 因為為什麼你要知道我們的對手 現在是什麼人在炒 你不要這麼理智才行 你太起性不行的 就是你要和他一起瘋 我們的內地朋友 他們是很厲害的 總之日本又喜歡去日本 然後 因為現在不去韓國 是的 然後又拿賭牌 買下去 是他瘋子 你陪他瘋子 我九毫子都買的 我覺得 說真的 與一個四豪幾 一個一個一個半 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嘩 這麼多 一半 只有三豪幾 一個九毫子買 這樣坐上來 現在說真的 無端端有人炒 說真的 我夠膽說炒完 都還沒說到賭牌給誰 是 是 是 你就炒一下 因為之前 他的高位是一個七豪幾 一個三豪幾 都不是很貴 不過當然 現在上車 就是什麼 總之一跌 你就上車 全部都是低炒的 現在說 SIR想問一下 其實 去年 你開始就說 看是否兩萬八 就是這個目標 過了第一季之後 有沒有少少調整 調高還是調低 還有我想知道 今年會不會有五窮六絕 今年會有機會有五窮 五窮六絕 這個五窮六絕 很有趣的 五月初是一個關鍵位 是 如果突破了 就沒有五窮六絕了 怎麼可以知道呢 其實到五月中已經知道了 到五月中 是 知道六月七月 是 都有預視性的 五月中 你就知道有沒有 如果五月中 五月初做的高位 五月中過不了 我覺得 就要調整的了 但是如果五月初 那個高位能夠突破 那就沒事了 我現在自己看 講一些很實在的 我自己看 大家看著 二萬三千六那個位 不要跌穿 不要跌穿 因為由二萬三千六 炒上二萬四千六 是 這個位很重要 這個位 二萬三千六 就是這個 等等我先按一下 就是由這個位 大家可以看著 二萬三千六這個位 這個位 這個位 炒上去二萬四千六 升了五天 就升了上去了 接著其實這幾個星期 令到人很 很震驚 好像不升不跌 其實沒有什麼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 根本沒有什麼調的 都是幾百點 但是這個位就不穿得 我現在指著這個 二萬三千六 這個位就真的不穿得 一穿了 哇 整個星勢突然間沒有力了 所以大家就看著這個位 如果到這個位 就忍手了 不要買了 如果不是呢 你保持貨 保持貨 希望它今年可以去到二萬八 這樣 這個機會不小的 最多是慢的 但是方向向上 你說上面有沒有修正 我沒有的 很少修正的 因為我二萬八是最低消費 嘩 嘩 最低消費 升上去的就不管了 究竟三萬二 還是清潔的四萬 去到那些位 我已經達標了 喂 阿Sir 我想問 我們現在有1100個觀眾 也是我們開台的新高 我創了兩次新高 是啊 上次500 那時候是阿Sir破的 你創新高 實際上 不是 可能因為我給了兩天 大家休息一下 他們回來看看 今天有一千一百個朋友 兩邊加起來 多謝大家 YouTube也有五百多個朋友 又多幾元廣告費 可能 多謝 阿Sir 我想問 有些 剛才又丟下過一堆號碼 但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對於高追 我一向都有解釋 例如我推介 我都說那些不要搞了 因為我寧願推一些比較低位 讓大家上車那些 他們駕駛得安心 我說又說得安心些 上一季炒到非寨天那些科技相關 那些是否全部都要撤走呢 還是那個 不會撤走的 科技商我不會撤走 我不會加 因為我之前已經減過一半住了 接著我就保持一半住就算了 接下來一定會創新高的 但是問題是 每一次創新高都會回落 你看到很想創新高 因為我們很流行創新高 走勢派 好東西就追了 一追完它就回落了 是 這是很大的 我覺得既然是這樣 你不如等回落才買 就保持一半住 手頭上有的就算了 這樣 如果真的沒有的 都沒有理由這一刻上車 沒有的 等它下去 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下去 總有些股下去下去的 50天線不是直接下去的 有些下不了 就這樣上 有得它 總的下不了你買那些才是正的 即是你那些沒有人偷那些 才好買的 我覺得是這樣 阿Sir 還有一個問題 我今年剛才我提到 中了一些技術陷阱 其實一穿了50天 就是捱不到 接著就 左一巴右一巴 另外就業績期 大部分出業績的股份 其實回來都是先下跌的 有理沒有理 是側到很誇張的 是的 我想問這個現象 其實以往多不多呢 還有一些技術陷阱 今年是否會特別多 令人摸不著頭腦呢 我害怕的 今年其實都 以往就不多的 這個現象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業績之前 大家都放了很多憧憬下去 是 還有對手不同了 大家全部 現在是炒業績前的 全部 業績無論你好還是不好 都是健康死的 現在 十隻跌九隻的 即是告訴你 這個是內地朋友的炒法 有些朋友不知道 經常都在想著 要麼玩 要麼玩基本分析 要麼玩才技 其實這兩樣東西 都不是內地朋友的強項來的 內地朋友的強項是看圖 所以接下來大家真的要看多些圖 因為他們不流行炒 他們不流行這個分析 這兩種分析都不是他們的強項 你要知道他們現在主導了 你不如跟他們炒 跟smart money炒 不要理由你無理 先炒了 如果你信那些業績 等到很漂亮的門數的時候 他們已經炒完了 整天都是這樣 春光壓太多了 是啊 春光其實很厲害 說真的 所以大家完全要過炒法有些轉變 看多些圖 那個比重要加多些 所以阿sir 是不是接下來的圖 都有一些教客人這樣 今天剛開始準備搞新班 都要提一下朋友 每次都爆的 應該今天就爆的了 來我facebook張士街 應該都隨時七七八八的 喂 阿sir 我們這裡這樣的 給他們宣傳完之後 就有幾個號碼 那些人一早就問定 可不可以幫忙答一下 不可以可以 我以為你夠鐘 哪有夠鐘的 我喜歡收就收開就開 是嗎 這樣講到11點 沒問題的 喂 問你什麼 1428 遙才 581 你是不是推介了 然後又2038 我也要看圖的 喂 九毫子 剛才1265 你不是說九毫子到了價 有沒有搞錯 那些人是不是傻了 那些資金 有1265還是1428 1265我推介的 你1428 500 1465你推介的 到了嗎 是呀 到了價了 那你先講給你一個 不要 到了 吃糊 吃糊 厲害 厲害 好 1428 是吧 好了 1428 我先講講 大家呢 就在憧憬那個 吃糕糧 要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券商股在內地先 是跌到 媽媽都不認得的 全部人都跌了眼鏡的 在這樣之下 其實它只剩下一個概念 就是炒賣走的 但是現在呢 現在港股都沒有人問津 是啊 暫時就不要很熱衝著 但是這股股就是正正我剛才講的那些 那些跌穿了50天線 本來升得好地地 那你等它上回來 站到在3元樓上那些你才買 站定在3元樓上你就買 那就駁它炒 真的賣盤 一駁它而已 但是這個機會都很高的了 嗯 好 還有581 581不用說了 我估計 這個放在那裡 為什麼呢 它過3元就批了配股 首先這件事 這隻股為什麼停牌停了這麼久呢 是因為先前股權太集中了 所以它硬肯批了 就是為批而批的 不是為錢而批的 那些就過3元拿回來 所以你看到一升到2.9 開始定了在那裡 因為為什麼人家過3元拿回來 其實拿了多久 拿了兩個多月而已 就已經賺了一倍了 那那一半當然有些人會take profit 但是那一班完了之後 其實呢 講真 鋼鐵股就真的不錯 還有別人的聲音 你記住那些3.2.3 那些都聲音 它都沒怎麼升過 所以這些呢 我覺得可以坐下了 純粹基本分析的這個 但是那個圖表都不頑 這樣 好 還有一隻2038 富士康 2038就是另一隻建剛死了 它就出了 它沒有出業績 不過它出了一個刑警 那大家就很害怕 那很老實講 這隻我有的 我都還推介那些 我現在無端端坐艇 哈哈 很正常的 但是那個問題 我又不是太擔心 因為其實它是收購 諾基亞做個撇帳而已 那我覺得 是很合理的 這個刑警 那接著它也都講明 它那個 那個首半年那個資金是不錯的 那我覺得這些呢 可以看一下 那我剛才講過 業績這些東西 股這些東西 就不是內地人的朋友的熱愛 那所以這隻現在是便宜的 那你就坐下坐下 我覺得不用理它 我扔在那裡 說真的 就是富士康這些 接下來都怎樣都拆一轉的 有些iPhone東西 就一定拆一轉的 是不是 iPhone 8又拆一轉的 每次都是這樣 那你所以跌就不用你去刑警 這個刑警又不是什麼 是之前的 有什麼所謂 有什麼 買得到幾天都預料 就一定是要騙這個賬 那意思而已 好了 因應我都要開小炒旺角的 我都知道可以講完一點 但是呢 都多謝阿sir 因為今早是 無緣無故八點多鐘叫他 都很多謝阿sir給面子 那些朋友已經約定你下一次 但是當然我就不敢 下一次急急扶危的時候 我又會再打給阿sir 叫他上來跟我們聊一下 他破了我們今天紀錄 差不多接近1200個朋友 剛才 多謝阿sir 下次再跟阿sir聊天 拜拜 阿sir都說了幾個重點 都解答了我心裡一些 很想知道的答案 接下來有沒有五穷六絕 技術陷阱 那個目標界有沒有上移等等 都可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之前都寫過一些文章 就說要摒起一些舊思想 很傳統的思維 有些有些怕過頭 有些就太勇得 所以今年可能在這一方面 都要檢討一下 因為尤其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看到幾個我推介過的股份 都有爆升的情況 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是不是我拿得不夠穩陣 拿得不夠久 等不到這個浪 不過阿sir剛才都算是心靈安慰 就跟我說 說真的 如果由高位跌到落後五十天線 穿了 你還有幾大信心 人是鬼都會出一些 當然令我會覺得有些安慰 所以大家今年在投資路上面 和你以往的習慣方面 可能要有少少轉變都不定 當然最老套都是要做多些功課 看看變到幾時 今天差不多1200位朋友 多謝大家 我少休了兩天 大家都願意回來捧場 剛才有很多朋友問了問題 叫我請回覆 我知道了 今天尤其是要有雷神 所以今天的時間方面 我想調控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現在我要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小炒王國之後 可能要放到最後一節 即是雷神之後 逐一為大家解答 千萬不要走開 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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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回覆